辣椒油也不太辣 发现了什么 刚刚起完金五楼来被你家煎包 后来想起来 这边有一家24小时夜里撩捞粉 有人说蛮好奇 有人说完全不是那个石 那我怎么样就够看开来 这么晚上11点满足啊 神哥们也没摸到这种车子 刚刚过来的时候 有个大炸头车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大厂车 一碗榴兰粉 半粉一碗 两碗粉 九条 榴兰是吧 20 20万一碗 大辣椒好吃 我也老好吧 对 榴兰 老板说年轻人喜欢吃这样的辣椒 年纪大的喜欢吃这样的 今天是半夜12点 差一口 我来吃榴兰粉呢 来咧 我看一下这个粉 这个粉 这个粉粮怎么样 你们觉得这个粉粮怎么样 榴兰都切的就是一坨一坨 有哪一种 那肉的看起来像本味啊 赏一坨 赏一坨切起来也是本味 蜜粉 蜜粉 不是我喜欢你来一种 蜜粉比较好 我喜欢起来那种糊蜜粉 我有好久好久毛都挽起来了 自从一寝之后 我基本上挽成的毛起来过来 辣椒油也不太辣 不然发现了什么 有点睫毛 我不齐了 还是不齐了 先不说他好不好齐吧 至起码你卫生药包的吧 对吧 先不说他好不好齐吧 至起码你卫生药包的吧 至起码你卫生药包的吧 对吧 他们都别个说的那么不好齐 但是 原来这个是一般般的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说不下肚子 我从兜里取来了 这家叫婆婆粉 其实别个服务还蛮走到的 但是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在兜里取了 因为我感觉像活个杂谱一样的 看了这碗粉 我就想起来了 其实蛮多老牌子 就是自己把自己走不见你 其实对于取的东西 口味就是利豆之本 这家婆婆粉 我看它自己这个牌子上面写的 已经开了31点了 我们看这个食材 其实它这个食材还是蛮真的 看那个柳栏粉上面还带着筋子 但是它的味道 我切了那么多柳栏粉 曾经有人说 你忙天天不吃柳栏粉啊 柳栏粉真的是切了好多家 这家比起来说的话 真的是蛮一般 我这个话可能说的太直了啊 但是它存在了31年 开了31年 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虽然网上有一般人说它好奇 一般人说它蛮不好奇 但是我半夜12点钟过来宵夜 12点钟过来骑的话 肯定还是包到马达的希望里 虽然我有点死亡 但是我还是希望它能走回原来 大家都喜欢的味道 拜拜 拜拜